衣櫃爆棚 雜物亂放 買完又買 如果這件不捨得 那件又不捨得放手的話 原來也有專人幫你上門收拾房子 沒有一個系統是擺放的 不分類地擺放的 要找東西又找不到 浪費時間 梳化又做不到梳化功能 餐桌做不到餐桌的功能 書櫃做不到書櫃功能 2011年開始接觸斷捨離的阿產 明白到執屋不僅將雜物左搬右搬 應該減少物品 完成美國物品整理協會三個課程之後 成為香港首個專業會員 今年阿產就成立了執屋公司 提供上門減物服務 收費每小時250元起 每次四至六小時 執屋的時候就有如雜物判官上身 這次屋主的問題就是衣櫃有大量的衣服 網購太方便令他整天心動 只是夏天穿的背心都已經超過100件 數量驚人 看看屋主這次可不可以斷捨離 先放進裡面 這個每件 這個要 這個要 白色底衣服是需要很多的嗎 你穿上白色底衣服 其他就可以不要 這個是什麼 我怎麼知道 經過一番惡鬥之後 最後都撿到幾十件衣服可以捐出去 阿產教大家摺好衣服之後整齊搭好 一目了然之餘 也可以隨時提醒自己衣櫃裏有多少件衣服 廚櫃帶很容易令東西堆到塑山那麼高 其實不應該用那麼多膠袋去分類 應該盡量減少包裝才最省位 廚房放鞋是很特別的 煙瓦那些 看看會不會有些真的 很久很久都不穿 好多人習慣儲雜誌和宣傳單張 其實拍張相片儲存之後就可以拿去回收 阿產會把撿屋之後不要的物品 捐給救世軍或其他機構 不會造成浪費 他亦希望大家透過撿屋 看看自己所擁有的物品 反思過往的消費模式